中國大陸最新無人轟炸機 GJX是非現身 外型近似美軍B21 它可能兼具偵查、蹤跡與打擊能力 驅秉風箏的構型帶來何種逆蹤與氣動優勢呢? 若GJX成為無人風群的母艦節點 美國該擔心嗎? GJ到底代表什麼意思呢? GJ這個代號其實中國大陸它由於武器的系統 並沒有像美國一樣 發展出一套非常完整的武器型號 反而是各種型號或是各種的這樣用途 它會用一個漢語拼音的英文字首 也就是說漢語拼音其實在中國大陸是一個非常奇妙的存在 中文這個字能夠透過拼音的這樣的方式來進行發音 同時它其實也影響到中國大陸的武器型號 例如說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戰鬥機 它跟美國一樣它並沒有一個叫做F 一個Fighter這樣一個專門的字眼 而它是用肩 當然從中國大陸來講 他們認為的殲級機就是所謂的戰鬥機 殲這個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國大陸的戰機型號 怎麼殲5、殲6、殲7、殲8、殲10 然後殲20 然後現在看到新的殲36、殲50等等 這個J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其實就是它的殲 殲級的殲 後面它其實會有各種的功能 譬如說像殲15來說 他們會有一個D 電 那就是它所謂的電戰型 也就是你看到殲15D、殲16D 就是它殲15跟殲16電戰型 因此中國大陸這個叫GJX的飛機 GJ它本身就是所謂的攻擊 為什麼你可以看到過去中國大陸有非常多的無人機 都是採用GJ這樣一個自首 那G就是攻J 及漢語拼音的這樣自首 所以它就變成攻擊 以像美軍來說的話 美軍的無人機的編號 比如說MQ就是Multifunction多功能 RQ就是專門偵查攻擊機 好 所以中國大陸這架神秘的這個GJX的翼展 近達到42公尺 宛如美軍的這個隱形轟炸機B21 那它真的可能是中國大陸隱形版轟炸機嗎? 至於這個部分來說 它未來極有可能會是 轟20轟炸機的無人中辰機 因為如果說今天中國大陸 它直接開發了轟20 我相信它也一定會開發 它們屬於自己的轟20的有人跟無人版 有可能是同時並行開發的 因為畢竟現在這個轟20轟炸機 還沒有正式對外官宣 在沒有正式官宣之前 我們也是對它可能的開發方向 因為中國大陸它非常的實用主義 也就是美國開發了什麼樣類似的 這樣一個武器產品 中國大陸很可能也會開發一個 類似或對應的這樣一個產品 當然不見得百分之百 但是可能性極高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轟20未來極有可能也是開發 同時有人版跟無人版 但是其實中國大陸也非常理解的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畢竟你如果要跟美國爆發 全面的這樣的決戰 它所需要儲備的這樣的武器 跟裝備的這個數量 絕對要高於美軍 因為畢竟以美國來講 美國基本上是一個全球部署的 這樣的軍隊 它的確有可能說在面對中國大陸 可能在一時半刻之間 它在西太平洋地區的這個軍力 或甚至它在太平洋地區的軍力 沒有辦法完全壓制住共軍的話 它有可能要從它其他的地區 相對安定的地區 調用軍力來進行持續作戰 但這個時候中國大陸有可能 在這個情況下 它自己本身的軍力 會被美國消耗的一定程度之後 這個時候它可能也需要 更多更多的這樣的裝備 其實如果對中國大陸來講 轟20跟轟20的中程療機 在開戰後數量不足的話 更新的GJX 也就是GJX這樣一個大型無人機 也可以擔任轟20的中程療機 相對來說就大幅擴充了 轟20這樣一個機隊的整體 潛在效能了 好當然你可以看到 美國X4GB跟中國大陸的GJX 都採用所謂的曲柄風針 就是Cracked Kite這樣一個設計 這種設計其實當然對雷砸逆中心 跟氣動力都有優勢的 也就是說基本上來說 美國它當時設計X47B 使用這種曲柄風針的概念 它本身可以讓這架飛機 包含整個機身加上機翼 都成為它這樣一個福利的部分 讓這款飛機它本身在操作的時候 盡量的節省油料 因為其實對於無人機來講 節省油料它本身也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節省油料代表它透過 飛機上裝置的噴射發動機 可以讓這款飛機 在空中滯空的時間大幅延長 因為你越省油 然後再加上你整體的氣動力外形 讓整個空氣中對無人機 產生到足夠的福利 而且又還能夠兼具操控性 也就是說曲柄風針這個構型 它既能夠提供足夠順利之外 它本身由於也還有控制意面 相對來說 算跟整個飛翼型比起來的話 算是有比較小面積的主義 但是它還是可以提供相當良好的操控性 所以也就是說曲柄風針 基本上是一個兼具的福利 能夠讓飛機大幅的省油 再加上其實又能夠兼具良好的操控性 所以對於GJX這個飛機來講 它未來是一款兼具長航時的能力 以及良好的操控性 二者合而為一 所以其實我們剛剛講到 這種所謂的曲柄風針 美國X-4GP它在吹風洞的時候 發現了這個優勢之後 同樣中國大陸的GJX 在開發的過程中 也從吹風洞的過程中 發現了曲柄風針 這樣一個氣動力外型 所具備的這樣的優勢 自然而然的 它也就會使用這樣一個曲柄風針 這樣一個外型 當然GJX跟中國大陸現有的 無針8、無轟7跟攻擊11 這些飛機在作戰定位上 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當然以無針8來講 它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清楚的 它就是一個無人偵察機 而且它注重它高空高速的性能 它希望高空高速的性能 能夠帶來什麼樣的結果 因為我們知道 今天在地球上來講 其實中國大陸其實在大氣層中 近地的這樣的軌道中 也部署了相當多的軍用的偵察衛星 但是軍用偵察衛星 由於本身它並不是所謂的 同步衛星 它都是屬於低軌道衛星 低軌道衛星 如果今天它調節的速度跟時間 還是很有可能會在它的目標區上空 形成一個時間性的 這樣一個所謂的叫衛星石 什麼叫衛星石呢 就是今天你地球在這裡 中國大陸因為本身它分布在東亞地區 因為低軌道衛星大概差不多90分鐘 環繞地球一圈 它能夠在目標區上空 能夠待的時間大概差不多15分鐘左右 所以就是它不見得 能夠對它一個重要目標區 能夠形成完整 而且長時間的這樣一個 好衛星覆蓋的話 這個時候無針巴就顯現出 它的一個機動優異性了 也就是說 因為它會比一般的無人機的高度更高 然後地對空的防空系統更難攔截 這樣的情況下 它用高空高速的方式填補 這個所謂的衛星石 因為我們剛剛講到以衛星石來說的話 衛星的這個速度非常快 它大概以在這個目標區上空 通過速度大概是音速25倍 那這個時候以無針巴來講 它高速大概是音速5到10倍 也就是說它可以在目標區上空停留的時間 至少就比現有的衛星的時間要長上一倍以上 那這個時候它就可以藉由它這樣一個長航石的優勢 來填補這種所謂的衛星石的空間 就是說它透過衛星的調度 如果出現了衛星石 就透過無針巴來解決 那無鋒7它本身是一個無人的轟炸機 那攻擊11在珠海洋掌上展出了 而且已經服役了這個無人攻擊機 那GJX跟這些飛機比起來的話 它在大小上的這個不同 所以就是說它其實 由於它具備在空中飛行的時間更長 因此它甚至於可能作為 各種這樣的平台的這樣的優勢 所以我們看到GJX可能帶來這種 所謂的燕群風群或劍群的混合戰法 區域國家應該優先強化什麼樣的技術 以降低被消耗的這樣的風險 其實如果說今天你以這些飛機的大小來看的話 飛機越大成本越貴 所以就是說未來的GJX 它的數量絕對不可能 如過去的殲5殲6那樣大量的製造跟大量使用 相對它會是個高價值的這樣一個無人空中目標 所以它可能在空中進行一個長時間的 這樣的巡弋 而且它能夠攜帶的彈藥量相對來說也比較大 甚至可能會成為一些無人機的空中母艦 所以它本身它並不會成為類似 所謂的風群 燕群跟劍群的混合戰法中的一塊 而是它會在它足夠的彈藥 在空中巡弋的時候針對它所需要攻擊的目標 突入目標之後來發揮它逆中跟可操控的優勢 然後對敵方的關鍵設施進行關鍵打擊 或者作為包含我們剛講到前面的轟20轟炸機的中程燎機 然後透過讓它所攜帶的這些裝備 能夠在重要的目標附近加以釋放出來 當然這些透過GJX所釋放的這些載體 的確反而才是後面真正會讓燕群風群跟劍群混合戰術 所發揮的這類型的部分 對於這些區域內的這些國家 如果說你今天真的要應對這些大陸層出不窮 或數量非常龐大的各種無人機化 還是一個重點就是你必須要如何的能夠強化 你自己本身的這樣的防空偵測能力 另外最重要的是如何讓你的防空系統 在對方踹門攻擊的時候 依然能夠維持一定程度的運作 因為以運用到無人機大量攻擊的一方來說 又是逆中無人機 它想要的戰術效果一定是在作戰的時候 大量的對你的防空網進行壓制 也就是我們的SEAD 敵防空網壓制的任務 敵防空網壓制任務成功與否的關鍵 就在於你的防空偵測系統 是在被敵防空網壓制的時候 是被壓制了還是能夠繼續活動 如果你還能夠繼續活動的話 這個時候其實當對方對你進行所謂的 防空網壓制的時候 其實他就要付出非常高網甚至失敗的代價 因為過去你看到美國對其他國家 進行這種所謂的敵防空網壓制 基本上都是所謂強勢的一方 攻擊弱勢的一方 比如像過去攻擊伊拉克 或是攻擊南聯邦等等 南聯邦或是伊拉克的防空系統 可能很快就被美軍的空中 所謂的防空網壓制的部分的快速壓制住了 但是相對來講如果今天你在對你的敵手 進行這種所謂的敵防空網壓制 如果當對方沒有辦法讓你遂行所願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的攻擊方其實還是會付出相當高網的代價 所以也就是說敵防空網壓制 對於防守被壓制的一方來說 最重要就是如何能夠維持你的防空網 在被攻擊的時候還能夠有備援 跟繼續偵測的能力 你只要有備援跟繼續偵測 然後能夠讓對方在壓制的過程中 沒有辦法野火燒進 那對不起你就春風吹右身了 對方來就會付出非常高昂的代價 當然從試飛到量產實戰部數 GJX的時間表與潛在部數的規模可能是什麼 如果量產的短中期對台海防禦的壓力會如何演進呢 因為其實我們必須要看到 像GJX這樣大型的無人機 它的翼展高達四幾公尺 它是屬於大型長航石的 類似像空中攻擊的母艦的這樣一個形態的話 它其實應對的會是區域內的這樣一個大國 例如像美國或是日本的軍事力量 但是殺機也可以拿來用牛刀 所以對我們來說的話 如果今天我們面對大陸的軍事壓力的時候 如果碰到對方使用這種GJX的這樣大型無人機系統的話 所以對我們來說 我們就必須要去強化我們防空的這樣的能力 為什麼 因為在一旦開戰之後 空軍不見得有時間能夠幫你去處理這些 所謂的大型長航石的這樣一個 無人機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面對它無人機的試飛已經開始進行了 代表從試飛到量產浮一 大概差不多約三年左右的時間 也就是說 未來GJX這個飛機進入共軍浮一 大概最慢最慢 大概也就三到五年之後 當然浮一的速度也還是要看它的產能 跟實際他們在做計劃中所需要達到規模 才能夠知道 當然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可能相對來說比較沒有辦法 能夠獲得它對外具體公布的這樣的信息 不過如果有的話 對我們來講的確會在壓力上是會非常的大 好 當然 GJX若成為多任務平台 偵查加打擊 解放軍會如何在電子戰 衛星鏈 海軍與空軍之間分配角色 這個題目我將會在我們會員專屬影片中 為各位資深居民回答 請訂閱頻道 加入會員 解鎖更多軍務會員專屬影片 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您的觀點 我們下週二晚上八點再見 各位觀眾朋友 還記得我們上次F16號那一集的節目中 有曾經要跟大家說 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提供的幾個小禮物 我們在節目中可以跟各位觀眾朋友抽獎 現在各位觀眾朋友 引頸期盼 期待已久的抽獎活動 我們現在就要為各位正式開始了 現在就看我來巧手一抽 然後抽出來之後 就可以幫大家來馬上揭曉 是哪幾位我最喜歡 我們這集的節目裡面的觀眾朋友 可以抽到這神秘小禮物 預備 抽 好我們一個三位中獎者就產生了 第一位是ATAM1226 我最喜歡軍務大關 恭喜您抽中 第二位是Sam Chan 觀眾朋友你也順利抽到了這集節目 另外還有一位是ST60802 這三位幸運的觀眾朋友 抽中了我們這一次軍務大關 所提供給你的幸運小禮物 希望您會喜歡 今天當然來了 取得還是 天啊 我們已進步 進步 進步 好